在我的極高dame去下放是 蛤?沒看過暴擊流蓋倫嗎? 我們蓋倫的壓制力還是有給住的 不會輕易送頭 真的好難啊 所以一個禮拜才要修兩天假 所以呢 建議你找一個禮拜可以修兩天假的工作 那種只修一天呢 會很辛苦 然後再來呢就是 如果你覺得上班很痛苦的話 建議你放這個工作 因為你一定會找到 你不會覺得很痛苦的班上 我落榜了QQ 往後繼續看書 送給各位一句名言 努力不一定成功 不努力會很輕鬆 不要聽他亂講 怎麼不努力會很輕鬆 這個有個目標 然後自我實踐 本來就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啊 說實在的 其實有些人就是 比較會唸書 有些人就是比較不會唸書 有些人的記憶力就是比較好 他就是很快就會把 課本上學得榮會關聾 真的真的 其實有時候你唸書唸不好 不是你不夠努力啊 說實在的 我個人是建議不用太執著 累的時候聽我一句啊 不用太執著啊 就是你可能就是剛好 讀書讀不好的那個類型 然後你爸媽又剛好是 想要你讀書 想要你去考個台青椒那種 你就會很累 你就會每天都在念書 你可能每天十二小時都在念書 我覺得那個真的太累了 很辛苦啊 小時候好犯喔 連半血都會死 有閃半血的該人都會死 那小兔肥的跟豬一樣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怎麼玩啊 303帶著一個愛耶穌哥哥 我們全部都坐牢了 幹嘛我靠 幹嘛我靠 這個操作有問題嗎 我又跳出來了 我跳出來了 哎 哎 這時機糰不休 終於看到了一時期望 你看,這珠珠都住不到 還真的是沒拿E啊 珠子都住不到,選擇角色有拿E 珠童風之力是為了暴擊劉蓋倫 蓋倫從設計層面上說你可以玩暴擊劉蓋倫 你幫我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我還沒開到,一個轉把娜蒂魯蓋給幹了 我們有極致damage 我們只要是先守別人 可能呢,通常會戰隊會贏 因為我們太痛,這個暴擊劉蓋倫是這樣 好啦,這次也不好喔 就不能打喔 真的不能打,等娜兒變小 等娜兒變小再打 我們應該要贏了 他們應該要贏了 OK 我們剛剛看阿木綁4個,我們直接轉進去 轉進去給一波AOE傷害 在R帶走一個人 基本上會贏定了 到極流蓋倫 就是隊友CC到我們就一定要進去轉 因為我們的傷害極高 雖然我們活不了太久 但傷害極高 我們再如何,他們再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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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蓋倫已經登場了 這可以走了,沒辦法 阿 阿 你們能不能不要那麼的力被封身阿 在我們的極致Damage面前 只要 丟到一個人,一個E 絕對出人命來 這就是自暴流阿 這就是自暴流阿 你不可以 那是自暴流阿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一回 大流阿 這就是人力阿 我們要上來 我們要使我 在我的極高Damage下方式 沒看過暴擊流蓋倫嗎 幹嘛 打什麼東西 直接把他轉到快死啊 他嚇尿了你知道嗎 喔 有手套 你過來一下 你過來一下 或許真的把錢抖給叔叔 真的都比較好一點 我產生了這種想法 是不用啦 是不用都抖給我 可以適當的支持 懂像小明蒂那種財富自由的人 他可能升加上億啊 他才會隨便噴一堆小朋友 或是噴上萬塊給我 出局我們的裝備已經完美了 這就是蓋倫需要的裝備 我那個轉啊 轉12下 我可能轉一下就跟達瑞斯的轉一樣痛 我們這個轉過去會吞食一些 我們看到的東西 小炮遇到我 大轉去了 幹嘛 等他變大 等他變大 哇 門路攻打 門路攻打 還是一波局啊 啊 AD被偷掉了 不會輕易送頭 不像AD是用死亡數在打 我來打完找 我來打完找 喜歡送頭 我有什麼辦法 第二頭 那我們的 蓋倫的壓制力還是要給足 呃 八王都沒了 他還過去送幹嘛 沒意義啊 喜歡送頭 他還要硬要追 我跟著他追 我不跟他追 他就送死啊 我只能看著他送死 或是跟他一起打 我選著跟他一起打 所以我們就是送頭去 本來就不應該追啊 就 哎呀 可悲隊友 剛剛中間有這麼多可以去的機會 都沒去 哎呀好 他媽可悲啊 好 去他媽可悲隊友 我們有極致Damage啊 有暴擊流蓋倫 是呀 暴擊流蓋倫 就是 隊友CC到我們 就一定要繼續打 因為我們的傷害直高 在我們的極致Damage面前 在我的極高Damage下方式 蛤 沒看過暴擊流蓋倫嗎 好 我們繼續看好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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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